AE中自身的图层也是可以用作表达式的 这边呢我们打开我们项目中的index的这个AEP 我们这个AEP呢在加载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图层中间呢会有一个绿色的纯色 然后我们这个黑色的背景 这个纯色呢它目前我们看到我们开启了3D 它是一个拥有XYZ三层属性的一个数值 所以我们展开它的变换 你会看到位置有XYZ 同样旋转也有XYZ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自由的去调整它的任意的参数 所以的话呢就是图层的一个属性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旋转数值 那么Z轴的旋转 它自身可以自己旋转 那么它在旋转的时候 我们想让它根据图层的这个序号去旋转 所以我们按住out或者option点击 进入表达式 这个表达式很简单 index系统呢已经出现 然后我们这边选中回车 如果你直接输入的话 index会自动把你图层的这个数值呢给你标记出来 比如说你在第三层 那么它的数值就是3 我把它移动到第四层数值会变成4 我继续往下拖 我在第五层的时候数值就是5 当然这个参数是可以低增的 比如说你让它乘以6倍 那么5乘6得以30 那么这个结果就是30 然后你如果在第三层的时候 3618可以看到这个结果 这个是index非常简单的用法 那同样我们这边index呢就不做过多的修改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位置 比如说位置的z轴 或者y轴 x轴都可以单独的加一个参数 那我们可以进入它的表达式 这边呢如果你xy不做修改 你必须指定一下这个position 它0和1不变 然后到2的时候就是z开始发生变化 所以你需要输入中国号 输入position 然后这边指定你的数值 0 然后开始继续逗号 输入我们的position 然后这边是1 然后继续逗号 然后index 我们的所以 这次让它乘以5倍 所以我们的z轴需要闭合一下 这样我们看到01不变 xy不变 然后我们的z让它单独乘以5 b和表达式 那这样我们看到这个数值 图层在3 3515 刚好z是15 这样你得到第一个图层 我们看到这个数值 它是根据图层去演变的 如果你拓动图层 它也会继续的发生数值的 整体的一个改变 所以我们选中这个图层 通过编辑复制 或者说重复 你可以ctrl d 不断地去重复 重复到一定数量的时候 我们来放大看一下 我们这个图形 选中摄像机 借助摄像机旋转 那这边我们需要在视图中 开启摄像机视图 我们借助摄像机的旋转 可以看一下 因为你 我们看一下活动摄像机视图中 所有的纯色 在这边整体进行一个旋转的一个变化 所以这个是index 非常直观的一个用法 如果需要呢 记住图层自身的序号 发生数值演变的话 我们可以采用这个标准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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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